电视剧《爱博拉前线》是由罗敬毛小统领前主演的原非医疗行业剧 该剧于2014年中国原非医疗队抗击爱博拉病毒过程为原型 讲述了病毒学家郑树鹏和他所在的中国原非医疗队 与病毒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 最终成功遏制病毒蔓延 圆满完成原非医疗任务的故事 该剧于2021年12月8日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